所以就是苦不开眼吧 苦不开眼 在别的地方治疗了一年 没想到来这里几次 把问题全解决了 欢迎来到半岛美容牙科诊所 我们成立于1985年 从那时起开始服务社区 最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服务了非常多的中国病人 我们的病人能够更加舒适地就诊 原因之一是有Jane这样的牙医助理 可以为我们的华人病患翻译 使他们能够从容面对众多选择 欢迎到我们牙科诊所来 我们牙科从1985年 就开始服务于社区了 我叫Jane 是Dr. Phil的特别牙医助理 我会讲中文和广东话 我们诊所的特色之一 在于我们有涵盖各个专科的医生 从全科牙医到美容牙医 从口腔外科医师到牙周病医师 还有口腔修复医师 来看诊的病人会非常安心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牙科问题 我们都能够帮他解决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是我们看诊的技术手段 所以我们在技术上投入大量资金 用于在实践中帮助我们的病人 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 我们叫做数字微笑设计的系统 当我们的病人来到诊所 想换一副新的笑容 而不是一个千篇一律的笑脸时 我们可以对他们的面部和牙齿 进行数字扫描 根据他们准确的面部参数 以及他们想要成为的样子 我可以创建一个数字版的笑脸 给病人看到 在我们动他们的牙齿之前 他们就能测试出最终效果 我们也很幸运地 拥有自己的牙科实验室 因此我们能够控制所使用的材料 以及这些材料的质量 所以我们可以自信地说 我们能够提供绝对优质的结果 病人来看诊时最常见的挑战是 如果他们掉了一颗牙 几颗牙 有时甚至全口牙齿都没了 我们的特色之一 是可以提供高质量的直牙服务 我们诊所可以从头到尾做到这一点 用3D技术扫描核骨 能够以数字方式规划定例 以便完美地放纸植入物 达到最终的效果 那真的是最好的结果 因为我们可以控制整个过程 从规划到材料到手术方式 再到最终修复地完成 我们能够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 做到这一点 我们使用最好的材料 设备 但我们的费用 并未超出当地标准 如果您准备好与我们联系 了解更多我们能为您做些什么 我们将如何帮助您的具体案例等 我们为患者提供了虚拟咨询服务 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只需点击一个链接 上传一张您的照片 告诉我们一些您的信息 您就能从我们的医生那里得到客制化的回复 告诉您我们可以做什么 以及我们如何做到 并且为您提供治疗费用的范围 您就可以开始下一步了 我在自寒工作 在牙科自寒工作 也有好多好多年了 超过20年了 也见了很多很多的亚洲的病人 最活人的病人 举几个例子 让大家也更清楚明白一点 选择正确的牙科 是很重要的 曾经有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很年轻 很年轻的中国女孩 他在FEMA那边做了 全口的上线的那个vaneer 是制烤翅片牙 通过那个网络就找到我们诊所 然后我问他 你刚做了 为什么又要重新做呢 他听起来他就想哭了 他说他很不喜欢很不喜欢 他做的这些烤翅片牙 他说看起来像马的牙齿一样 很难很难看 他都不想笑了 他说你看我的 我长得这么小巧 你看我的牙齿多难看 那个医生就给他又改了之后 他也不喜欢 又改了也不喜欢 那个医生后来就说 要不要给他重做 他说算了 我不相信你 我就说对你没有什么信心了 所以他就找到我们诊所来做 然后我们给他 总共是两个预约的时间左右 就全部做完了 他很高兴 他说那个真是太好了 跟他的脸型很般配 他也笑起来也很小巧那种感觉 他说觉得很好 很优雅那种感觉 为什么呢 我们的诊所做成不一样呢 因为我们投资了很多 刚才像Dr.Fu说的 我们也投资了很多高端技术 我们有特别的远见 就是病人没有到我们诊所来之前 你就可以照几张照片 就上传到我们的网页上面 那里有个Virtual Smile 那里可以上传到上面 那个医生那就根据你自己的脸型 笑容 嘴巴 这样子 还有你说话的那个嘴型的 那个嘴巴洞 这样子 那个嘴唇 就给你设计一副 完全适合你的考词片牙 那个美丽的笑容 然后就再跟你两个人在电话 在网络上见面再聊 就看你喜不喜欢这样的设计 这样的笑容 如果你觉得满意的话 然后再预约时间到我们的诊所里来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更资深一点的远见 来照相啊 来那个扫描啊 再把你更深一点的设计 那个考词片呀 你的新的笑容 到时候你再满意了 才开始做 所以呢 不存在别的诊所那种 拆出来的那种考词片牙 到时候做出来的效果 不满意 就像马的牙齿一样 那种的效果 我们就完全不会出生这种状况 还有一个例子呢 就关于那个种植牙 就是很多人 不是光缺了一个或者两个牙齿 有些人是缺了 比如说年纪大了 或者是没好好照顾牙齿了 有很多牙齿就不见了 也不愿意做那个活动性的假牙 那我们的医生呢 他就建议病人呢 他就做那种就是种植牙 固定的吃起来 用起来 看起来就跟你自己真正的牙齿 一样的那种 叫做imprint support denture 我们有一个病人呢 他就在别的诊所 比我们便宜一点 他就贪便宜 就去了别的地方做 做了之后呢 他就说很后悔 他又回来到我们这里 他告诉我为什么呢 他说做完之后 他完全就不能吃东西 咬不了 而且每一次呢 经常会一天有几次咬到 他的腮斑和舌头 都肿起来了 然后那个医生给他改一改 可是还是不行 他很后悔 他去别的那个诊所做 所以他想要我们重新给他做 他说哎呀 我真是很后悔 又多花时间 又多受痛苦 又多花钱 钱、时间、痛苦 都是我自己在担受 就说还不如一次性就做对的 他是这样告诉我 还有一个病例呢 就是一个陈女士 她也是在Sunderville 一个诊所那里去做牙 他的情况呢 就有全部都有 都有种植牙啦 有补骨啦 还有那个烤翅片牙啦 全部包固在一起的 然后呢 他去那个诊所 花了两年时间 而且每一次去 那个诊所都问他要钱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应该要花多少钱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把他的全口牙做完 他拖了两年多 他弄了他做 他说他真是精神很紧张 也是那个很沮丧 就是那种忧郁症都来了 他说以后他终于就找到我们诊所 然后呢到我们这边来 前后不到三个月 大概是三四个 appointment 就三四个月的时间左右 全部全口牙都做完了 他好高兴好高兴 所以他真的是很感谢 他还跟我们拍了一个体验 他说他真的很高兴 我要让很多很多的中国病人知道 因为不会说你不会讲中英文 然后你就去一些诊所 让人家这样骗 我要让大家都知道 到这里来是正确的选择 因为还有就是我了 可以讲中文 完全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 还有我们这个office就是说 跟你说好了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永远不会说 有一些费用即隐藏的费用 不是说你每次来看 都会再结钱这样子 还有我们用的材料都是最好的 那种设计呢就是最好 那个服务呢 他说的就像五星级的服务这样子 他说真是最好的 最正确的选择 所以我们看见你 我们看见你 我们看见你 为我们说我们 我们建议的信息 每个笑项 谢谢